第二節,辛亥百年華滄桑又回來了 剛才不記得交代一下,謝先生休息一下 因為剛剛經歷過很激烈的一個... 一個選戰,一個支持選舉的過程 今天就休息一下,休息是為了要再出發 謝先生現在有看的 等一下我們也有個歡迎大家打電話來,第三節,好嗎? 如果謝先生方便,也打電話上來 電話多少號? 電話是2892-7841 第一,第三節歡迎大家打電話,我們來聊聊,好嗎? 我們剛才說到中共七大會議 麥先生好像有些事補充 七大和六大,當然是1945年發言的會議 我想之前大家都回顧一下,究竟美國人的態度 美國對整個中國的政治影響很深 當時由開始就不理你,最後就加入你,最後就支持你 整個有個過程 而在這個過程中,美國自從支持中國抗日 因為他被日本刺激了,就一直介入 有軍備、武器之類 其實美國也看到一點就是 似乎中國大地上有兩個戰區 第一個是解放戰區 第二個是國民黨軍隊的戰區 國統區 對,國統區 解放區裡面,其實東班人不少 不是當年兩萬人的流民兵 殺兵游用 不是的 所以其實他們也想了解一下 究竟中國共產黨對於蘇聯的態度如何 或者未來會如何,因為戰爭會勝利 同時由於那個共產國際 其實就好像1943年解散了 1943年5月 5月解散了 解散之後,中國共產黨 就變成真理共產黨好像表面上獨立了 所以當時1944年11月 美國羅斯福總統就派了一個特使 他飛到延安 然後就和周恩來 然後是毛澤東 毛澤東、周恩來、朱特 當時都談了幾多事情 其實就想看看 毛澤東想要什麼 第二,究竟他們將來會怎樣 第三,就是 未來中國會不會有些 什麼形式的合作 當時談了之後 最後毛澤東提出了兩件事 第一,就是要建立一個聯合政權 他要加入政權 未來中國會有代表 他說得好聽 所有抗戰的黨派 都是加入委員會的政府 第二,就是軍事委員會 當時軍事委員會的軍事委員長 就是蔣介石、蔣忠正 他們覺得不行,我也有兵 所以所有 團級都好聽 所有抗戰的軍隊 都有代表加入這個委員會 重組的軍事委員會 要重組 政權也會加入 軍事委員會加入 當時美國特使就把這些 帶回去重慶 蔣介石就跟他談談 最後結果就結束 蔣介石又不接受 因為他不接受 原因就覺得 第一,抗戰未打完 第二,應該要開一個 全國的國民參政會議 先談憲法 先談好憲法 然後大家去透過選舉 產生政府 沒理由現在說數 不正確 也有一件事 當時美國政府 最後就發覺到 雖然共產國際解散了 但是其實毛澤東 因為每次共產黨都以蘇聯為事 以蘇聯的話 究竟未來的中國局勢是怎樣 他們聽誰說 他們都擔心 所以最後後期 美國的政策就是 最後去定案 就是1945年 最後去定案 最後就是 扶長反共政策 就是他們本身 美國的政策就是這樣 所以後期也有個影響 因為美國是最後全力之前的獎 所以最後 後來的局面 就先談不談 就是兵雄相見 其實會看到 這個就是 後來 在圖片上看到的 就是後來 這個是國共和談 就是那個照片 這個好像是世紀之照 是的 他們就是唯一那次 就是這樣拍的照片 就是美國 對 沒錯 從重慶會議拍的照片 這次的談判 結果也是不歡而散 對 雖然說 最後有所謂的 那個是第二次合作 第三次合作 第三次合作 對 即是說是第三次 但是合作不到 其實說起來說 蔣介石當年在黃埔見到毛澤東 沒有關他的時候 應該不奇怪 但是那個地位 絕對不是現在可以這樣並駕齊 並駕齊 並駕齊 還有一樣 蔣忠正 當時看到毛澤東很詫異 他詫異什麼 他從來看人 由上望下 是 他高 所以很高 這副相片是大劑 他發覺毛澤東一個人高過他 是 這個是令他很詫異 他發覺到 咦 為什麼你這麼高呢 是不是代表什麼 他怎麼做到這個效果 是不是要叫毛澤東站下一級 這個是笑影師 這個真的是笑影師 如果正鏡 可能不用 這個打斜 打斜在下面拍上去 應該是當時國民政府那些笑影師 笑影師那樣 沒錯 但正面已經是毛澤東高的 張顏色 剛剛高一點 嘩 所以這個最後就是蔣介石 一於跟他拍檯 哈哈 這是有些化片新聞 這是有些化片新聞 似乎今天還有人拿這張照片來說事 就是說 其實毛澤東是不是 那些人想像到 描繪那樣高的呢 拿回去拍完 那我就知道蔣介石有多高 其實不是高蔣介石有很多 應該 會有這樣的故事說 但其實很搞笑 兩個衣服一樣 是 都是 都是一種 中山莊 中山莊 大家都以一個 追隨這個 革命思想的 正統自居 對 所以他們兩個 始終 最後 大家都會爭過正統 對 所以最後 整個中國的分裂 都是這張照片引起 嗯 嗯 嗯 其實剛才聽到麥先生也解釋了 就是說 我們知道當時的時代背景 怎樣會引致到要召開一些大會 當然 一來就看到未來 中國會面對很大的轉變 可能勝利在望 是 然後又要部署一下 其實當時的情況還會是怎樣的 如果看回當時的軍事發展 其實 日本人 在1945年4月開始 就已經知道 德國 他的盟友 已經是 潰敗在職 蘇聯 也很可能 會加入 這個戰場 蘇聯加入戰場 一定是在東北入 所以 日本人 就在4月開始 就在大本營 即是日本的大本營 就已經下了一個命令 就是把大量的軍隊 就是由當時的西南面 是退守到當時的黃河北岸的地方 嗯 以這個呢 是徐州為界 嗯 就是團職著 比較多的軍隊 是以保護 他那個 在武漢以東的 大片的 這個佔領地 嗯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當時中國的軍隊的壓力 相對來說就輕了 正因為輕了的話 於是大家就可以開始 就為日後的中國發展 去做一個政治上的陳述 而按照時間的先後次序 這個不知道是不是巧合 那就是中共七大先開的 因為中共七大就是4月開的 而這個是國民黨第六次 所以我們就按照時間的次序 先講一下中共的七大 中共七大就是在延安舉行的 從這個七大的發展裡面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幾樣東西 第一樣就是在七大會議召開的時候 就由毛澤東開始 就作一個開幕詞 而這個開幕詞 就是叫做 《論兩個中國之命運》 然後第二天 就由毛澤東首先作政治報告 這個政治報告 就是剛才麥卿提到的 就是叫做《論聯合政府》 很特別的 共產黨當時就說《聯合政府》 好了 然後毛澤東做完這個政治報告之後 之後就由朱德提到 就是做一個軍事報告 就叫做《論解放區戰場》 而這個軍事報告裡面 就很明顯提到 將來中國的軍隊 即是中國的解放軍 就要從游擊戰 就轉變為正規戰 這個很明顯看到 他的信心是大了的 而事實上 我們看到就是說 在當時 朱德做報告的時候 他形容的部隊 正規部隊 竟然是到91萬 很厲害 民兵220萬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他真的有條件 就去組別人 那既然有組別人 那既然有組別人 那才可以談 你沒有能力組別人 那怎麼跟別人談 這個好像 香港某些政黨 又經常說 又組別又談 對政治是說實理 他們覺得是實理 對90萬 加上200萬 就差不多300萬 但其實國民軍 中央軍加上集牌軍 都不夠200萬 對 所以 他覺得他有實力和他組別人 對 其實就是 如果聽你這樣說 我想起一件事 其實很多時候 歷史有一個爭論 到底當時是誰去破壞 這個談判的氣氛 誰去挑起內戰 其實我問這件事 現在看回頭 就覺得 其實可能不需要這樣問 根本就是 這個 這個砌和談是一個相負相成的作用 大家 你不可以說 因為他準備開戰 而 就說他沒有誠意談 可能根本就是 你可以說他為了幫他談判 或者 反過來 有人是另外一種居心 談判是為了 去準備去打的 爭取時間去打的 所以你很難說 就是 靠哪一個挑起戰士來講 哪一個去沒有誠意 其實就是 真真正正又傾又債的過程 就在那個時候出現 是的 其實還有一件事 都提到 當時毛澤東提出了聯合政權 第二 也提到一個 就是所謂的統治區 所謂的解放區 解放戰區其實是解放軍 就是解放區 他已經統治了這些地區 就是他覺得他統治這麼大的土地 當時他統治的人口也不少 是啊 1950萬 上西、山西 一直到達整個華北地帶 還未入東北 還未南下落到徐州那一帶 但是那裡的華北 直到山西的地帶 就是很廣闊的法律 還未算是新四軍的地帶 他覺得他真的有本錢 以前經常說 烈干而治、隔壺而治 當時隔壁和河 隔壁和河 隔壁和河 所以他覺得 所謂的聯合政權 其實是他的態度 聯合政權 就不是我們今天大家說的聯合政權 就是一個政府裏面 一個內閣 有國民黨、共產黨 所以他覺得 喂 麻煩 你在哪期 我在哪期 麻煩 所以這個就是聯合政權 其實他的心裏面的聯合政權 就不是今天我們想的聯合政權 就是他統治這個 麻煩 這裏是我的 那些黃河伊藍就是你的 其實他們的共產黨的心態 而其實在這個 整個所謂的中共七大 其實開足兩個月過 好像4月23日開到6月十多 對 6月11日 其實他的時間討論都相當長 有一件 我想今天我們也要說的 就是最後一個報告 劉少奇的報告最厲害 那個厲害 這個厲害 這個簡直是 就是退張 就是馬列主義 而配合中國特色 鄧小平經常說中國特色 劉少奇 1945年當時說出 將馬列主義為中國特色 叫毛澤東司長 沒錯 最後叫毛澤東司長 成為黨的指導原則 最後呢 就通過了列了黨章 七大黨章 把毛澤東司長 那當時正式刺濑 放進中國共產黨黨章 哇 這個真厲害 張卡錫 像是長中正從來沒有提到的 他從來沒有提到的 但也是有一個針鹽錄的 也沒有說 從來沒有這樣的 國民黨 自己都在錄成 但應該開始 是一個很強烈的做皇帝論 對 一個帝皇思想論 或者補充一點 劉少奇繼諸德之後 在大會上作一個黨務報告 他那篇文章當時叫做 《談修改黨章程序》 後來1950年就把他改名成為一篇很重要 也很出名的文章 就叫做《論黨》 兩個字而已 在這篇文章裡面 他提到 他總結了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經驗 然後得出了一個他所說的結論 就是毛澤東思想 作為當時中國共產革命的主導思想 這個其實很自然的 為什麼呢 在1943年5月 共產國際結束 即宣佈解散之後 其實中國很長時間 都是在一個比較混亂的 所謂的意識形態上的混亂的情況 這個正正好就是 後來就被毛澤東在延安政風那裡掌握了這個時機 然後就把當時主管黨務的張文天打下來 張文天很聰明 知道不行了 立即自己下去下鄉 然後就扶植當時劉少奇上來 所以我們看到在這個七大裡面 掩然是看到一個第一代領導人的班子 就組成了 劉少奇是作為第三個人筆做這個報告 上次序就是毛澤東 毛澤東 朱德 劉少奇 第四個就是張恩來 就是以前舊版人民幣的那四個人頭 沒錯 周恩來做什麼報告呢 就是叫做 《論統一戰線》這個報告 如果我們看回這個報告 或者報告的程序 你會看到 如果我們一路去看中國共產黨的發展 其實周恩來是由 在井江山時代 即是1931、32年這段時間 由一個是三人小組的領導 去到1945年 竟然是降到中共的第四把交椅 他一直在跌 一直在跌 但這個好像是個人性格 你說個人性格也可以 或者是當時 我個人覺得 當時在黨裡面的風向是轉了 所謂的風向是什麼呢 如果我們看回延安時期 其實剛剛到延安 1935年10月 去到閃北會斯之後 其實很大程度上 掌權的是張文天 以及另一個很重要的人物 黃明 如果大家都知道 黃明是長期 中共鑽莫斯科代表 即是史太林身邊的重要人物 所以他回來之後 協持著 共產國際的影子回來 黃明這幫流蘇派 其實跟博古 即秦邦憲 都是流蘇學派的 到了共產國際 宣布解散之後 其實有實力的人 只有毛澤東一個 而毛澤東 當時可以挑戰他的人 是誰呢 就是張國濤 所以在延安整風 既打張國濤 繼而逼黃明 自我批判 然後再踢走張文天 所以在整個延安整風之後 去到七大 有一個很重要的文獻 就是論歷史問題的決議 所謂歷史問題的決議 就是由井江山建立蘇區 然後到長征以來的錯誤決定 全部進入黃明數 全部進入博古數 然後為自己在後來 建立一個領袖的形象 所以我們上次說的 高華那本書 叫做《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 這本書其實 帶出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說 其實毛澤東真真正正 掌大權的 就要去到七大時候 1945年 好了 這個改變 令到大家 都有一個很特殊的興趣 為什麼周恩來仍然可以留在中共的第一代領導層呢 如果我們看回 很可能 毛澤東本身 都要照顧一群留學 外國的一群人的情緒 所以 朱德 朱德是留學德國的 在德國住了三年 周恩來是留學法國的 而且周恩來也有信貪 在張義會議也支持過 也支持過毛澤東 也會舉手 也會站邊 所以 俗語所謂 大丈夫真的可以 能屈能身 沒錯 都可以站到第四位 所以 我們經常都說 一代宰相 真來 你真是 宰相之才 嗯 能忍人之不能忍 毛澤東就 帝王之之 我們經常都說 是啊 因為這個人 毛澤東 在當時來講 在一些回憶錄裡面 就提到 其實他是一個 吵架王 很喜歡跟別人爭論 所以 也是這樣 令我想起 周星馳有出戲 叫做 《九品芝麻宮》 沒錯 也是吵架 當然 毛澤東後來 他能夠成為中共的領導人 其實他是得來不易 他都在井江沙的時候 被人排斥 被人排擠 長征的時候 他也很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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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個是周恩來 對 周恩來 那時候 能夠堅持 不放棄 結果 在七大 就吐氣揚眉 說到七大 整個毛澤東 我們反彈戰戰隊之前 其實嚴格說 他沒有領過一次軍 打過一次仗 他真的是怎樣去打仗 他也很厲害 他整個 中共所謂八勞軍 我論是建黨 建軍 整個過程之下 他真的沒有自己真身打過仗 後來正規戰沒有打過 但是他就 兩輪抽取起義的時候 就是那次,遲到那次,被人捉鬼了 他好像三彎整風那裡,就確立了一個黨領導軍的系統 所以如果大家對中國發展有興趣的,站在通識的角度去看 其實中國裏面有軍委會,其實是改革開放之後才有的 如果你看回七大會議,其實沒有軍委會這個名字 因為那時候很明顯就是,黨一定是領導軍的 黨之軍 所以黨的領導人,就必然是領導軍隊的領導人 現在來到這裡,其實很清楚,直至四五年的時候 他們的部署工作是怎樣的 你看到那個架構形成了,一個很強有力的組織 就是這個時候出現了 還有七大,最後也有一個選舉 選了真正的所謂城樓的書記處,所謂毛澤東 選了毛澤東,朱達,珊萊,任博士 任博士,任博士 任博士做書記 也選了珊萊,所謂中央委員會的主席 毛主席就開始了 對,毛澤東就是中央委員會的主席 對,正式開始毛主席建立這個身份 然後指導思想擺在黨章,真是威風林林 建立了他的系統 對,所以最後一個七大結束的時候做結論 對,最後一個報告 這個很出名,這個很厲害 叫做愚公而生 我們現在經常看那些所謂的紅劇 看那些共產黨的一些著作裡面 經常提到的,中國人民的肩上面的三座大山 封建主義,地主階級,和帝國主義,這三座大山 在這個七大會議的閉幕池裡面 毛澤東以愚公而生的語言去說明 這是十分經典 途中看到這個是中共七大的會場 如果大家去延安,這個地方是必到的 這個就是當時的楊家嶺這個地方 這個七大會寺 那就是中國共產黨 在為了迎接抗戰勝利之後 來臨之前的一個政治上的論述 他的論述其實就是 在他剛才提到的 那幾篇重要的報告上面 都陳述過 兩個中國的命運,以及論聯合政府 很明顯的就是 論聯合政府就是很針對當時掌權的國民政府 一個黨國的體制 他就要求是一個聯合政府 當然了,深究上 他們希望怎樣聯合 其實很多事情是談過,但都沒有做到 當然就是說 到了後來,到他談雙十和談的時候 其實那些軍隊國家化的事情 全部都有談過 而且是由共產黨那邊提出的 很力圈 但是同時,你今天再看看 軍隊國家化好像是一個敏感池 對 其實七大最後結論 其實毛澤東很露骨 都說了 最後堅定不移 他們在中國殺人共產主義 是 他們很強烈地提出要殺人共產主義 是 所以他們最後也說到 不排除是無力的 是 所以在七大結束的時候 基本上他們都確定了一個路線 就是談和打 是 談不來就談 談不來就談 談不來就打 就是他們覺得有一切 而 我想 在當時的國際形勢 看回國際形勢 其實當時七大開園已經在六月十一日 在六月十一日 其實國際發生什麼事呢 竟然紅軍五月已經攻入柏林 其實紅軍已經攻... 即是蘇聯 蘇聯紅軍 不是,蘇聯紅軍 攻入柏林 其實德國已經結束了 剩下來就是中國戰場 就是日本 而在這個時候 他們也覺得蘇聯 亦都調兵 我想可能 史達人也跟他們談過 他們遲些要進軍東北 我覺得 即是 講回到八月的時候 六月和八月之間 基本上在八月... 八月九 日本投降之前 蘇聯要入兵東北 攻打關東軍 毛澤東一定知信息 事前可能 其實也知道蘇聯 如果進兵東北 最後都是支持他 去奪取政權 所以他都很... 我相信七大的時候 他們說得很輝煌 建立聯合政股 大家去談 但是最後都... 我想都很露骨 最後要... 即是不排除要打仗 沒錯 其實如果看回 他在七大裡面所做的報告 其實他很清楚的 都說明說 即是那個政權要奪取政權回來 必定要經過軍隊 用武力去奪取回來 所以這個就是... 他為什麼呢 在這個抗日的過程裡面 是大量地去擴充自己的勢力呢 那麼這個呢 如果看起來來說 是不能怪人的 因為每一個政黨 都一定要在不同的情況之下 去拓展自己的地盤 自己的勢力 要不然你就沒有條件去談 即是你如果單方面 說好了 現在不要打了 我和你談 但是人家未必是真的 跟你用同一個策略 沒錯 很多時候就是一個 真是邊談邊打 對 一種這樣的思想 所以其實我們有時候說的笑話 別人不打你 原因就是因為你好打 就是你打 不是你很被人打 所以別人不敢打你 或者不想打你 其實就是因為 勢力軍隊的情況下 就當然是比較和平 是 他們也發覺 有一切他們一定齊 所以 怎麼無奈呢 中國人的無奈 這一節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一節 第三節 就邀請聽眾打電話進來 大家討論一下 中國歷史的問題 電話是28927841 28927841 我們這一節就去到這裡為止 我們下一節就等大家電話了 多謝